尼爾蒂亞當局星期二話中北部一艘載友從婚禮歸來加人的船在河中沉沒 最少103人遇歷失望 希臘當局星期三話一艘載友移民的漁船晚上在伯羅賓利沙南部地區的海岸傾覆 最少59人死亡、幾十人失蹤、104人獲救 黎巴嫩、珍珠黨及盟友在星期三阻撓競爭對手擔任總統的努力 架劇了宗教派系緊張局勢,導致該國陷入更深的危機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星期二在瑪雅密聯邦法院出庭 否認對他在卸任後非法保留國家安全機密文件 並阻撓當局取回文件的指控 意大利前總理貝魯斯科尼舉行喪禮前職 公眾聚集在米蘭皆讀兩旁戒備森嚴 貝魯斯科尼星期一在米蘭逝世享年86歲 中國的角度雷iew深明 對戰感觍禁具